真幸福 缠倒离别时收到香港爷爷奶奶的礼物 看到礼物网友分坑落泪 过金经 干女儿真的很孝顺 这几天运动靖儿们的港澳游真的太激动人心了 大家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运动员们 在场下的他们散发着不同的光彩 不过说这些运动员里哪一位最受关注 想必全红蝉的名字应该会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 似乎不管全红蝉走到哪里 都会站在中心位置 因为他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绩 也因为他年龄是最小的 更因为他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而这次在全红蝉离开桑岛的时候 他收到了很多来自爷爷奶奶给的礼物 从这些爷爷奶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来 他们真的是打从心眼里就喜欢全红蝉的 而这些爷爷奶奶也不是普通人 他们也都是自己的领域里成功人士 所以全红蝉可以得到他们的喜爱和支持 就证明全红蝉真的很优秀 同时可以得到大家喜爱的全红蝉也真的很幸福 对此网友纷纷留言 M8236一个贫苦的穷人孩子 毕竟多年心薄不怕苦以累 为自己的全途努力向前 这就是青少年们要学习的榜样 这位网友说的太对了 这样的青少年才是真正的明星偶像 因为他不怕苦不怕累 坚持努力奋斗 这样优秀的品质值得学习 小小年龄以勤劳拼搏 赢得了全世界华人和尊重 支持这位网友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全红蝉虽然年纪不大 他却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成功 所以全红蝉值得大家尊重支持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时间总是显得那么匆忙 著名网红蝉榜 此次离开香港 但无数粉丝心中涌起不舍 然而就在他离别之际 他的爷爷奶奶却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和温暖 今天我们就来细细品类 这份礼物背后的感人故事 离别的那一天 阳光格外明媚 禅宝站在香港的街头 心中五味杂陈 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 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光 每一个瞬间都让他倍感珍惜 而这一次的离别 却让他意识到 虽然他即将踏上新的旅程 但家人的爱始终会伴随左右 在他即将去机场的时候 林爷奶奶特意赶来送他 在告别的那一刻 爷爷奶奶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笑眯眯地说道 蝉宝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 希望你在外面一切顺利 听到这话 蝉宝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心中满是不舍 打开礼物的瞬间 蝉宝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一条精美的金项链 上面标着一个小小的心形吊坠 这个吊坠不仅是金色的 更是一种相当着爱的承诺 爷爷奶奶告诉他 这个吊坠是希望他能够时时刻刻 记得家人对他的牵挂 无论身处何地 心中都有家的温的 此外 礼物盒子里还有一本 手写的日记本和一支钢笔 日记本的封面上 写着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而钢笔则是爷爷奶奶 特意挑选的 寓意支持和鼓励 全都知道 爷爷奶奶希望他能把 在爱的每一个经历都记录下来 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 都能通过文字倾诉出来 这是一种对他未来生活的 寄托与期望 有了这些礼物 离别似乎不再那么令人顺遂 禅宝轻抚着项链 感受着他传递来的温暖 他知道 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 背后使得有他深爱的家人 支持着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禅宝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这些珍贵的礼物 并配上了一条动人的文字 即使身在异乡 我的心中永远有你们 这条消息立刻引发了 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 这样的爱情太让人感动了 不久后 禅宝的离开也成为了不少粉丝 心目中的励志故事 许多人开始意识到 在这种梦想的路上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多么重要 正是这些来自爷爷奶奶的小细节 给了禅宝无尽的力量 让他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始终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与此同时 禅宝也常常通过社交平台 与爷爷奶奶保持联系 每当他完成一项挑战 或达成一个目标时 第一件事就是打视频电话回家 与爷爷奶奶分享自己的喜悦 他们总是能及时给他最温暖的鼓励 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时间的推移 禅宝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成就 每当他站在成功的高峰时 心中都不忘了一条金项链和那段日记本 他们成为了他潜行到动力源泉 这一切都重力挂 爱的脱带无时无刻不再连接着彼此 虽然离别总是让人感伤 但终因为有了这份深厚的心情 禅宝才能勇敢迎接未来的各种挑战 如今 禅宝已经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 无论走到哪里 心中都有一种力量 那就是来自家人的爱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追梦的道路上 永远不忘初心 感恩那些支持自己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 让我们铭记那些温暖的瞬间 把家人的爱带在身边 继续前行 小小的个子 却承载着大大的梦想 在赛场上 他是奋力拼薄的健将 在生活中 他是温暖纯真的临家女孩 他 就是跳水奥运冠军 全红蝉还记得东京奥运会上 那个惊艳世界的水花修世术吗 年仅14岁的全红蝉 与近乎完美的表现 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体盘明星 从默默无闻的小女孩 到战上奥运最高领奖牌 这条冠军之路 全红蝉所的坚定 而纯粹赛场上的全红蝉 眼神中充满了坚毅和自信 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每一次训练和比赛中 用一次又一次的完美跳跃 诠释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每一个动作 都像经过千锤百练般精准流畅 展现出晶圆的天赋和毅力 成功的背后 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付出和汗水 为了提升技术 全红蝉每天都进行 高强度的训练 从基础动作的反复练习 到高难度动作的突破 他从不含苦含泪 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 心态保健缝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凭借着这份坚实和努力 全红蝉才能在高手 如云的赛场上脱颖而出 将一枚枚金台收入囊中 他的故事 也激励着无数拐踹梦想的年轻人 勇敢追逐 不复少华 除了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生活中的全红蝉 也展现出他真真可爱的一面 他喜欢和队友们一起玩赏 分享训练和比赛的喜悦 偶尔也会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一些生活趣事 和粉丝们互动交流 展现出他活泼开朗的 性格全红蝉的成功 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从小 父母就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为了支持他的训练 全家人都付出了很多 而全红蝉也始终 把家人的期望记在心里 用一次又一次的优异成绩 回报家人的爱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来自家人 教练朋友 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爱 全红蝉才能在 追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取得如今的成就 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付出汗水和努力 更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和鼓励 在全红蝉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健儿 顽强拼别 永不延弃的精神风貌 相信在未来的赛场上 他会继续用实力和拼劲 为国争光 去写新的传奇全红蝉的成功 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跳水队的骄傲 作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一员 全红蝉传承着中国跳水的光荣传统 同时也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希望中国跳水队 是一支有着辉煌历史的队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跳水队就逐渐在国际赛场上 崭露头角 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运动员 为中国体育赢得了无数荣誉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新增力量 全红蝉的出现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跳水的未来 他不仅拥有着超强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还具备着中国跳水队 一贯传承的优良传探 刻苦训练顽强金箔 为国争光在全红蝉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这种精神 击律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运动员 在赛场上奋勇心勃 为国争光回顾全红蝉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成功并被偶然 从默默无闻的小女孩 到战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这条冠军之路 全红蝉走得坚定而自信着其中 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全红蝉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 加上后天的科普训练 让他在跳水这项运动上 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努力